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最后是资深出版人严纯沟先生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很值得令人思考 节目开始前提醒您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 近期中国房企碧桂园没有如期兑付美元债券票息引发市场恐慌 与此同时中国金控集团中植系旗下多家公司也发生爆雷 专家认为爆雷接踵而至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益出效应 且中共政府不会出手也没有能力挽救颓势 又一个恒大 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 中国规模最大的龙头房企碧桂园 日前未能如期支付两笔总面值1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票息引市场恐慌 虽然碧桂园表示仍处在30天付息宽限期内 正在积极优化自己安排 但市场给出了反应 碧桂园股价本周一在香港股市触底 其美元债价格也应声下跌 路透社周一报道 碧桂园首次表示 希望延期三年支付9月2日到期的一笔价值将近40亿元人民币的在案债券 路透社还有报道说 碧桂园的困境可能会对购房者和金融机构产生寒蝉效应 如果财政支持不能尽快兑现 更多的私营房企将岌岌可危 碧桂园违约后 其他两家中国私营房企 龙湖集团和新城集团 虽然发布公告表示运营良好 但其股价也应声下跌 而过去两年里 数十家中国房地产企业或多或少被曝出违约 此前恒大集团因违约成为了债务危机的风暴眼 但中共政府并未出手相救 而此次碧桂园的债务岌岌可危 中共政府的反应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 中共政府不会也没有能力脱底 华盛顿民间机构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 争议点并非在中共政府是否出手 而是政府力不从心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力不从心了 财政已经枯竭了 他说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尝试 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民营企业家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所赚到自己手里的钱再吐出来 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房地产频频爆雷 不仅动摇了投资者信心 还引得中共政府的担忧 市场担心碧桂园未能如期兑付债券利息 可能会对整个房地产行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随着经济下行 消费信心萎靡 中共政府对此前收紧的楼市政策多有调整 但外界认为其目标着重于稳增长而非就房企 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则认为 中共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出手 如果经济基本面比较好 只是某一家或某几家经营出现问题 中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去救 哪怕涉案资金达万亿之多 他说 但中国问题是哀鸿遍野 不是一家恒大 一家碧桂园 一家中植系 后面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出问题 政府想救也没有能力救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上周报道指 碧桂园在违约后正在着手进行债务重组 随后其11种在岸债券暂停交易 报道还指 碧桂园目前尚未交付房源约90万套 且多集中于三四线城市 碧桂园官方上周表示 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 预计今年上半年将面临巨额亏损 彭博社报道也指出 今年9月将是碧桂园的另一个偿债高峰 可能要偿还超过90亿元人民币的在岸债券 此外 中国房企万达虽然还未传出爆雷事件 但自本月初起 万达内部掀起了反腐浪潮 多名万达高管接受警方调查 包括高级副总裁刘海波 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 中国最大的民营金融控股集团中植系 近期也受房地产拖累 发生爆雷 据财新网报道 中植集团旗下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恒天 新湖 大唐和高盛 发生大面积违约 本次债务危机的核心 中融国际信托因投资房地产失利 保守估计爆雷金额就有3500亿元人民币 投资者从8月8日起陆续收到金融产品停止对付通知 加剧了中植系的信用危机 据澎湃新闻报道 受制于中共政府住房不炒的政策 房地产行业贷款渠道受阻 而中植系旗下中融信托等公司成为融资新渠道 但合作伙伴却频频爆雷 加剧了中植系的困境 但本次中植系爆雷的产品集中在定融 单笔投资从300万至50亿不等 单笔金额的限制导致受影响最大的都是高净值客户 包括15万名投资人和近5000家企业 秦伟评说 中植旗下的产品在追求高回报时必然承担高风险 从道义上来说 中共政府也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救高净值客户的投资损失 他还表示 一旦爆雷成为常态在中国整体经济遭到重创下 普通人也无法独善其身 经济严重下行的情况下 没有资产是安全的 大家辛辛苦苦存的钱 哪怕是在银行里最后一系列债务危机金融风暴打下来 银行里的钱是取不到的 银行会破产 买的理财产品更没有抗风险能力 他说就是清朝之下岂有婉暖的感觉 近期爆雷事件接踵而至 舆论将其称为中国版雷曼风暴 秦伟平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爆发 他说只是中共政府可能一直不太愿意承认这点 政府如果宣告已经发生危机 可能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恐慌 不利于他维护社会的管理 国企远洋地产债务违约 民企之后国企也爆雷 香港上市中国房企远洋集团本周一十四日宣布 一笔明年到期的6%有担保票据未能支付利息 因违约停止交易 这是自民企地产商碧桂园之后 国企首家地产商因票据违约而停牌 中国房地产企业远洋集团一个明年到期的美元债券 因为能在宽限期8月13日前支付利息2094万美元 本周一宣布当日上午90起停牌 直至做出进一步通知 据报 该债券是远洋集团2014年发行的美元债 发行规模为7亿美元 发行价格为98.892美元 票面利率为6% 到7日为2024年7月30日 利息的宽限期为14天 民企之后 国企房地产出现债务违约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一支行的贷款部负责人贺女士说 远洋集团的主要业务在开发房地产 近期 不少房地产公司难以偿付贷款 银行面对很大的压力 他说 这次远洋集团的票据没办法支付利息 这个现象会接连出现在其他公司 因为房地产公司资金断裂 银行再也不肯批出贷款 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 他们的现有房屋又难以出售 因老百姓不敢花钱 中国远洋集团成立于1993年 并于2007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主要股东为中国人寿和大家人寿 据其官网显示 远洋集团涉猎的业务非常广泛 如房地产开发 物流 养老 装饰等 而在广州 远洋集团也参与了多个项目的开发 包括天河 增城 花都等多区 其中 天河的远洋天郊位于天河客运站附近 位置较加 该项目已完成收楼 不过 远洋集团这次票据违约 更多的还是影响在售项目 远洋集团当年发行的债券利息 为6%并不算高 但是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几乎都在负债经营 因此爆雷只是时间问题 很多企业 保险公司 银行 在他们的基金中会加入远洋集团债券作为一项组成部分 当远洋集团无法兑现债券利息时 其他行业的损耗会越来越大 据统计 目前远洋集团在广州还在推售的项目 分别为花都的远洋 芙蓉树 增成的远洋风景 远洋天城 北京高层放弃支持 治国企暴雷 从恒大地产到最近的碧桂园 远洋集团暴雷 表明政府原本试图掩饰的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 已经无法继续 而从房地产企业面临的窘境可见 房企暴雷的速度正在加快 房地产业房企暴雷倒也是正常 因为大部分民企的房企背后都有国家腐败 都是负债经营 他们都是拿住地块去银行贷款 一部分贷款建房 一部分再去买地再贷款 都是这样滚动贷款 如果连受到官方支持的国企也会爆雷 表明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支持国企 未来的新形势更加变化莫测 就是说中共对央企和对所谓的民企 有一个厚此薄彼的规定 估计可能是想救央企也就不过来 因为好多国企都在经营房地产 这几十年国企都在做房地产开发 中国内部经济动荡的同时 国际上对习近平执政前景也不看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国际上对中共的评价 习近平大势已去拜登故意唱衰 最近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或直白或婉转地表达了相同的判断 习近平大势不妙 这种声音来势之快之猛 颇令人惊讶 国际方面 拜登对习近平大势不妙地表达 冲击力最大也最令人意外 他不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是定时炸弹 还给出了背后的逻辑 那就是当坏人遇到问题时 他们就会做坏事 拜登的表达 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风险之源 同时也毫不掩饰 他对习近平的轻蔑和敌意 尽管拜登讲话的场合是竞选筹款会 但没有人怀疑他的出格言论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 中国经济和金融雷暴不已 而且老天也不帮老习的忙 习近平大势不妙人所共建 不过对这个事实的解读 不同视角强调的方面不同 一些人认为大势不妙意味着大势不妙 甚至是大势已去 这些人不仅有习近平的政敌和反对者 也包括一些长期押保习近平成就帝王梦的人 拜登虽然也看到习近平越来越难以自拔 但他强调的是 坏人倒霉反而更会做坏事这个逻辑 也就是强调习近平大势不妙 对美国和世界并非好事 而是有严重风险 他的这个逻辑是否站得住 他该不该在此时此刻 如此公开的强调习近平的困境 会加大世界秩序的风险 对此番拜登的出格言论 中共官媒的批评是恶意畅衰 这种老调不值得评论 也有媒体假冲公允 说拜登高估了中国实力 而低估了美国 也就是说 拜登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有意夸大中国危机的全球风险 这种批评也毫无意义 因为无助于理解 当下中国极其严峻且微妙的政治形式 对拜登说中国是定时炸弹 虽让人感意外 但认同他这句话背后的直觉判断 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理解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危机 与中国危机和世界秩序危机之间的关系 深陷经济危机和社会人口危机的中国 之所以对美国和世界能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隐含住这样几个大的直觉判断 第一 中国内部的纠错能力太弱 第二 外部世界对中国内部失序的制约或干预能力也太弱 第三 中国内部全面失序不仅风险大 其全球的外部负效应也极大 这三条不同时成立 中国是定时炸弹的命题也就很难成立 问题恰恰在于 与历史上中国改朝换代或大的秩序危机相比 当下中国上述三条同时成立的迹象是相当明显的 也就是说 历史上 当中国面临内乱危险的时候 内部重建政治秩序的力量 外部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力量 以及中国内乱 殃及外部世界的能量 都和当下的中国大不一样 这是否就一定意味着 中国和世界都在劫难逃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靠预言和押宝能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拜登的出格言论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行动干预 有人会说 拜登以这样激烈的言论来刺激习近平 刺激中国 岂不是反而会加剧中国危机的全球风险 拜登与习近平打交道多年 尤其是近年与习近平一对一对话的失败经验 让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对习近平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刺激与否的问题 拜登用中国式定时炸弹这样的激烈话语 一方面是为警示世界 同时也是告知不愿坐以待毙的中国人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下面我们再听一下严纯沟先生的观点 中共崩溃成共识 问题只是时间与形势 中共面临崩溃危局 今年以来竟然成了国际共识 类似评论越来越多 美国华裔学者许成刚 近日接受媒体访问 提出中共国可能的三种前景 一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 二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 三是中共靠专制暴力 把社会危机往后拖 习近平大权在握 中共内部的反对力量已被打散 虽然不怕死的人还会有 但已先不起大浪 宫廷政变是小概率事件 即使发生了也不能解决中共的危机 因为换一个人上台 又回头搞改革开放 根本没有人相信 中共存在一日 中共的本性就不会改变 国进民退变成国退民进 再过十年八年 又回到国进民退 中国人永远都不死心 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 问题是中共有没有能力控制社会动乱 习近平连年大搞高科技严控 又加强专政暴力准备 最近深圳万名武警演习街头阵暴 正准备应对未来的社会动乱 动乱规模小 中共手上的武装可以应付 一旦规模大起来 十个杯子五个盖 那时就难以自救了 至于把社会危机往后拖 这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 地产爆雷 中共不准地产商清盘 就是怕迁移发而动全身 但这么多地产巨模 岂是国家资本可以打救的 一味往后拖 地产商如何续命 养着那么多人 借了那么多债 要还那么多利息 前景又那么悲观 这都是躲不过去的 可怕的是倒鼓牌 更可怕是越往后拖 爆雷的规模越大 越难收拾 华尔街巨头一向唱好中共国 最近纷纷改口 外国媒体也越来越把唱衰 中国世卫时髦 近日连拜登都出声了 说中共国是一颗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的意思是 一定会爆 但什么时候爆 现在还说不准 今年以来 经济数字直线下滑 天灾人祸接二连三 中国人一看到天有异想 就联想到亡国亡天下 即使习近平自己也一再说丧气话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是亡国之音 西方媒体和政客 正视中共的崩溃 中国人也重口一词说崩溃 连习近平都预感到崩溃 那中共就必然会崩溃了 问题只是 崩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中共的家底还能撑几年 崩溃就会在几年后发生 今年以来 国企民企裁员减薪的新闻此起彼伏 地方政府财困的消息不绝于耳 前不久 东北沈阳连公安都发不出工资了 公安如此 武警又如何 等到公安武警都没有钱拿 还有谁会替中共卖命 须知 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层百姓 他们每日在街头打压市民 他们的家人在另一个城市 被公安武警打压 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 随时都会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缴医疗卫生系统 从这个最赚钱的行业 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干革命时代打土豪 分福财的套路 没钱就打家结社 抢了钱来再干革命 但民间的财富有时而尽 节责而鱼 也是自寻死路 习近平不停地断自己的财路 又不停将事情做绝 把人得罪光 他每天都在遥望自己的末日 又每天都向末日挺进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不济的一个人 中共又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窝囊的接班人 回答崩溃的时间与形势 严先生认为 崩溃的时间快则五年 慢则十年 因为中共的家底 大概还能维持这么一点时间 局外人揣测政治 都是一半推理 一半猜测 不过中共对地方债的态度叫做谁家的孩子谁抱 这句话泄露了底细 地方官都是习近平的家奴 地方列政都体现中央精神 现在地方出事中央甩手 那不是中央不负责任 是中央负不起责任了 中共中央的家底已经见底 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看穿它 欲多一点时间给它 就是五年至十年的范围之内 至于崩溃的形势 严先生认为会从社会底层的乡镇那一级开始 山高皇帝远 村官们会在上级和村民之间做两面人 动嘴不动手 出力不伤身 政令遂不及于底层 而百姓最终会明白 只有种植成城 才能与政府嗷首瓜 政府有钱养得起鹰犬 墨钱就树倒胡孙散 什么时候武警不够用了 中央也只能望洋兴叹 政权的瓦解会 先从基层开始 然后一级级蔓延上去 到最后 只剩习近平和七常委 在中南海望天打挂 中国人逃不过这一场灾结 大家都要几乎防击 做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会继续关注 并及时为大家带来最新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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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